我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我弟弟还是很幸运的 因为他经常回老家一起玩 当然最感谢的就是我爷爷还种了这么一院子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吃的好吃的 现在炒面一路混乱 没开心 真不错 我看看这上面有没有 再看看还有什么 看我弟刚刚拿到的这个 那没事的 慢点啊 看我吃了点的不酸 我换位置 哪个 那 还有一个 不是你 你刚才 那个餐厅很不错 在这一辈子演地方 画那词 是吧 嗯 上面都掉下来了没 不是 不是 打算去另一个地方了 那个也是我们家之前的院子 去加一个什么呢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那咋行 哎呀 好晒呀 哎呀 好晒呀 啊里面应该是还是馅儿 我以为是澡呢 啊这里面 这是李子 哦 李子 他没熟 不能吃的 不说 老家 嗯 虽然我头疼的这件问题 那就是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虫子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那个树枝碰到身体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是虫子 然后就会觉得很难受 哦 我妹 保护得特别好 打个招呼吧 他去看看 那要到这个梨树里边了 啥树 是包米地 哈哈 玉米地里头 哎呦 但是哎 那是梨还是枣呀 梨 这是梨的 鱼树 哎呦我要过去了 天呐我不能排了 感觉好痒啊 完结束了 那现在就准备回家了 我那个梨也没熟 原来是梨 我以为那么小一个是枣 然后梨还没熟 农村的记忆大概就是 是一直都存在 因为我其实每年回来的时候 还也挺勤快的 我们看我的嘴 真的夏天一定要多喝水 才不会像我一样这么 这么惨 开心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应该都不怎么常会弄 农村了 要不然就出去打工 要不然就是不愿意回来 但是因为爷奶奶在这里 所以我都经常回来 你 哥 你叫我叫大哥行不行 啊好热啊 七月的天 我给你看 七月的天 还不错 然后心情也不错 不知道你们开不开心呢 然后 今天愉快的一起农村体验 视频就结束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感想 可能怕留言草率 但是就是 哎就这种 原生态 主要是还有家人在 就感觉特别的好 你热不热 热不热 我还 你热不热 然后这期视频就这样结束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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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